我本來工作是做採購的 然後採購的工作讓我 就是說很容易發脾氣 然後身體也很慌 那六年前我就開始修煉法蘭功 我受益很大 我身體改變很多 然後跟家人包括跟朋友的相處 都變得很噁心 我媽媽也因為這樣進來修煉 所以可以說我們家人 包括我修煉這個法蘭功的 他受益很大 那我們這個功法是 要信仰這個真善 我們看法蘭功會有一本書 叫賺法蘭 教我們 就是說怎麼樣去 就是說實現這個真善 所以齁 我們今天站出來 不是說我們多偶大 我們只是說 我們送這個功法的幫助這麼大 然後今天這個功法 在大陸 包括在台灣 也被這樣鋪天蓋 蓋地的摸 所以我們充分一點方便時間 出來為自己的信仰說 去公道化 包括我家人都蠻支持 所以我媽媽也因為這樣進 然後像這些 在內地被破壞的 都是我們的同修 所以我們也有一些 在大陸被破壞的 然後有些參選 跑過來台灣的 所以他們也把他們的經歷跟我們分享 所以有些被破壞是我們身邊的人 包括前去年的大概八月 我們甚至連台灣的學員去大陸都被迫害 然後現在台灣的馬政府 這幾年越來越輕功 所以說中共的黑手 從媒體跟軍隊 滲透到台灣來 那我們其實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我們也希望台灣好 因為今天如果台灣跟香港一樣 我覺得對台灣不好 今天香港的媒體不能說真話 香港的警察不能公正的保護士 我們不希望台灣也走到這樣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 除了為自己信仰 其實我們也希望台灣能夠越來越好 這是我們的心情 然後每天來這邊的人都不一樣 姐姐如果你明天來看 有人都是另外一批人 他們並不是 絕大部分都是抽自己一點點時間 所以這是總統府 我們在這邊辦了一個很大的活動 在台灣估計有五十萬人 那每個人 一個禮拜抽自己一點點時間過來 所以我們只是盡自己一點點心力 還有我們還有很多受益比我更大的 就是說我甚至那個命啊 之前沒有修煉 我自己認識的就有好幾個 肝硬化或者說癌症 這樣慢慢走回來 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他們的觸動比我更大 所以我對於我周遭的學員的付出 我非常敏極 好 謝謝你 謝謝